彭亨大马鲁一名七岁男童 入读一所今年1月才开设的住家室宗教学校 男童昨天被发现身受重伤 送院后不治身亡 警方怀疑小死者被三名同校同学殴打至全身瘀傷 随后逮捕了三名13岁的学生 包括了小死者的继兄协助调查 彭亨大马鲁连增一所住家室宗教学校的七岁小男生 怀疑遭到同学虐打至重伤 该校女社监在昨天中午 发现该名七岁男童身体非常虚弱 把她送往连增诊所进行解救 在昨天中午1点宣告不治 小死者遗体事后被送往 淡马鲁中央医院太平间解剖查明死因 经院方初步诊断 小死者生前曾遭人殴打全身瘀傷 警方随后逮捕了三名来自同所宗教学校的13岁学生 包括小死者的继兄 以做进一步调查 小死者的继兄 彭亨形势调查组主任奥斯曼证实 该宗教学校只有四名学生 包括死者 并在今年1月才启用 该学校也只有一名教师 他就是女社监的丈夫 调查也显示 该宗教学校并没有获得 彭亨州伊斯兰宗教局的批准 属于五排学校 新方目前援引刑事发点第302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NTV7综合报道